今天利用这个时间给大家做个报告会 他们起了个名叫欧洲之旅 以后我们的修炼之旅 把它换个名叫神仙之旅 不要老是动到欧洲亚洲什么洲的 因为我最近也在看旅行社 移情之后有些旅行社也在报价 他们在各种传媒渠道也在宣传 也叫欧洲之旅 好像我们跟他们一比价钱又高 也不够精彩 因为人家去了以后各大城市转一圈 这跟我们山林子不一样 所以我们以后叫神仙之旅之欧洲 好不好 掌声一下 这个我们是独意于人的人 这是老子经典中的一句话 我们和一般的人不太一样 叫独意于人 独是孤独的独 意是不同 鱼是对比的那个鱼 鱼式的鱼 我独意于人 独意于人 而贵食母 这个食宿的人跟我们不太一样 贵金银珠宝 贵这个名文利啊 要出名 这个要钱才多 我们这群人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人 所以是五独意于人 而贵食母 这个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怎么叫贵 贵 尊贵的贵 食是食物的食 母是母亲 这个是什么意思 独一人而贵食母 就是 谁让你吃饭的那个母亲 你会吃饭 你会听声音 你会看东西 那个主人 那个母亲 那个 我们尊贵那个 跟食宿人 尊贵这个肉体不太一样 这个 现在的社会教育 这个把肉身 当成了 自己一生中的全部 为这个肉身准备房子 准备汽车 准备衣服 准备各种的东西 但 这个肉身一旦死亡 结局大家都看到 要么埋在土里 这个皮囊 你要么把它埋在土里 要么呢 命不好 像我们新加坡人 很多命不太好 叫什么 死五葬身之地 死了连块土都没有 因为不能入土为安 还拿去烧灰 烧成一罐子灰呢 然后放在骨灰翁里面 放在一个小壳子里面 就完事了 说人呢 人呢 笨到极点 你以为这个肉体 这个肉体身是你 你的主观意志 自己的知见 是自己 这在修炼界 或者是 智慧者看来 是十分可怜的人 人活一辈子 你不知道干什么 就为了吃几口好吃的 就为了穿一身好衣服 就为了积累钱财 有的人说为儿女积累的 儿女需要 实际上 儿女根本就不需要你的钱 儿女能行 像你们在座的 还有网络上在 听这个报告会的人 你们很多人都不是 靠父母给你们的 都是你们自己 从穷人的家庭里 生活过来 自己打拼出来的 所以是儿女能行 不需要父母的 父母只是养大 让他去读书 有智慧 能够闯 能够拼 父母的任务就完成了 不需要给他留财产 那么 父母留着财产的人呢 有很多钱给儿女的这些 儿女的 大部分都变成了败家之子 为什么 像我吧 为什么要打工 因为不打工不行啊 孩子要吃饭 房租要交 每天都在花钱 你没钱不行啊 父母没给你很多钱 说你的自己挣 那些父母给了很多钱 一辈子吃不完 花不完的人 为什么要干啊 他们去干工作 干事业的动力在哪儿 所以没有出息的人 他们就变成败家子了 所以你这是借口 你是为儿女留下什么的 这是一种借口 是你自己的贪 没对付得了 我们人有五种毒啊 一种毒是贪爱 贪得无厌 有一千万 还要一个亿 有一个亿还要一百个亿 有一百个亿吧 还要一千个亿 这个是什么 就是你得了病了 得了什么病了 贪爱的病了 贪财的病了 有的人的房子买一栋又一栋 买一栋又一栋 你得病了 这个得什么病了 贪爱的病了 那么还有的人呢 穷没钱 嫉妒人家有钱人 就嗔恨 这个就也得了病了 贪而不得而去嗔恨 嗔恨 然后就变成了嫉妒 贪爱是一种病 嗔恨是一种病 嗔恨急着去嫉妒人家 有钱人 有地位 有身份的人 也是一种病 那这种病的总源头 是愚痴 什么叫愚痴啊 愚昧 愚蠢 人觉得他自己赚钱 能赚钱 很了不起 能买得去豪宅 也了不起 那就像我们人看蚂蚁似的 那蚂蚁啊 看这个 炕这个面包渣 到处跑 好大的一个面包渣 终于今天有所得 没有白出来 赚了这么一大块面包渣 生怕人去抢它呢 你会去抢吗 你不会 不歇一顾 人总觉得自己 今天赚了一百块 赚了一千块 赚了一万块 很开心 实际在天人眼中 看我们 就像那个蚂蚁啊 抗着一个面包渣 到处跑 你抱着一百万 到处跑 抱着一千万 到处跑 觉得自己了不起 实际上在天人眼中 你那儿 也就是个面包渣 所以是大家在这个 人一辈子 你要理清几件事 我们叫三观要正确 三观是什么 观是 观自在菩萨的观 要有正见正事 这三观是什么观 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这个很重要 就是人生观 人活着这一辈子 生命的终究意义是什么 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 这是人生观 价值观 什么才是在有价值的 我刚才说 蚂蚁捡到一个面包渣 那是最有价值的 这个蜘蛛逮着一个苍蝇 在蜘蛛网上逮着一个苍蝇 逮着一个蚊子 逮着一个飞虫 它觉得 今天没有白活 我终于有所得 终于网着一个蚊子 网着一个苍蝇 然后 所以大家看这些昆虫 看这些动物 就觉得很可怜 它们活着干嘛呢 你说 你这就为那个苍蝇活着 逮个苍蝇活着 你就为逮着一个面包渣活着 你人看人家愚蠢 你人有多愚蠢啊 你逮着一百万 你觉得 你开心 逮着一千万 你觉得开心 今天有一个 奖状 人家表扬你了 给了一块金牌 你为那个金牌 你开心 这个一样 愚蝇 这个贪嗔痴 吃是愚蝇愚蠢愚昧 这是什么 人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 人生观 没有正确地立出来 所以你的价值观就有问题了 人家古人说 不以物系 不以己为 不因为你今天得到了一个什么物质的奖励 就去高兴 今天买了一栋豪宅 买一辆新车 高兴 这因物系 几杯呢 是自己想不开 自己为自己 应该得到的没得到 自己 这个 想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没来 就自己在那 悲哀 古人是不以物系 不以己悲 我们今天的人呢 悲悲怯怯的 就是自己在那悲 实际上天还是那个天 还是那个蓝天 还是那个太阳 还是那个阳光明媚的天 结果对你来说就是老阴天 大自然没有变化 你自己 因为自己的情绪 活在悲伤中 这是以自己为中限 没有看天 没有看 那个草地上那个百合花那么漂亮 树林里的那个百灵鸟 叫得那么好听 你没有活在大自然里面 你活在自己的心情里面 这就是以自己而悲 要得到物质 得到金钱 才觉得自己开心 丢失 人生观 正确的价值观丢失以后 你的价值观出问题了 你不知道什么 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这是什么 这是你的世界观出了问题 什么叫世界观出了问题 你们的世界有多大 你们的天地有多大 一个宰相 肚里能撑船 他的肚子里 就是大海那么大 宰相肚里能撑船 所以他的天地就更大 所以他能够辅佐君王 利益老百姓 你们的世界有多大 你的世界整天就一日三餐 整天就是工作 忙碌 整天就是赚钱 出名 这是你的世界太小了 所以说我们的世界有多大 你是否突破了一个国界 有亚洲的概念 你是否突破了一个亚洲的概念 有全球的概念 整个地球 人的概念 你除了人 你是否有地球上 还有昆虫 还有动物 还有植物 这是看得见的 那么还有天道 还有修罗道 还有畜生道 恶鬼道 地狱道 你能不能拓展到阴阳两界的世界 阳的世界我们看得到 阴态世界 我们看不到 今天科学家 说还有96%的世界 是我们知道存在 不能够把它映现出来的 以我们现代的科学水平 我们不能使它显形 但是真实存在 这个世界 实际上圣贤 早都为我们解释是六道 我们生活的地球的空间 我们生活在新加坡 有六道 现在是鬼月 鬼节 我们还要跟鬼打交道 这是你的世界观 有没有包含了阴阳两界的世界观 那么还有宇宙观 我们地球是悬空的一个星球 它在空里飘着的 所以你在哪里 你在天上 为什么你在天上 因为你住的地球 它在天上 那你不在天上 在哪里呢 所以你怎么老觉得你在地上 你在地上 你就不想去知道天上的事 你如果在天上 你就想知道 这个宇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为什么飘在一个星球上 借着这个星球 我飘在天空中 那你就开始关心太阳系 你的世界观 你的宇宙观 你的世界大了 再往里大 银河系 是N多个太阳系组合的 这个宇宙是N多个数不清的银河系组合的 这个宇宙到今天 大概活了130多亿年 我们简称140亿年 这是宇宙观 那么我们从圣贤那里知道 我们活在这个140亿年的宇宙里面 就像大海里打起的一个浪花 所以整个法界海 整个宇宙到底有多大呢 而我们活着的宇宙 140亿年 跨度这么多的时间和空间组合的一个宇宙 年龄还太轻 比这个140亿年还大的宇宙 1400亿年的 14000亿年的宇宙 多了去了 就像大海里的浪花一样 那数不清的浪花 数不清的宇宙 哇 那个宇宙 圣人叫三千个大千世界 像我们这个宇宙 一千个叫一个小千世界 一千个小千世界组成的 叫一个中千世界 一千个中千世界组成的世界 叫一个大千世界 我们生活的宇宙 有三千个大千世界 按照我们山东老家话说 这是老鼻子了 姥姥的鼻子 跟这个多有什么关系 我没搞清楚 但是叫老鼻子了 老鼻子就是数不清的意思 数不清的 这样的一个世界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大世界中 我们有多大 你有多了不起 所以说我们人类太牛 人活着太牛 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 是最了不起的 我是天老爷 天老爷第一 我是第二 名物 了不起 实际上 我们在整个宇宙中 连地球 都算不上一个沙子 地球 就好像在 我们面前的一个沙力一样 在宇宙中 那么我们整个的人类 活在地球上 有七十多亿人 那你比蚂蚁还小啊 因为整个地球 才算个沙力 你不是比蚂蚁还小 但是为什么 老子又说 道大 天大 地大 人一大 人有多了不起呢 释迦牟尼说 人身难得 人是我们生命中 六道众生中 最尊贵的 老子说 道大 天大 地大 人一大 人大在哪里 人大在你突破了自己的小心眼 你能够通过自己的智慧 和这个地球成为一个整体 和我们活着的太阳系成为一个整体 和银河系成为一个整体 和一百四十亿年的宇宙成为一个整体 神之河三千个大千世界 囊括这样多的世界的那个太虚空是一个整体 你这才大 你自己大到自己的小心眼里面 觉得自己牛 觉得自己了不起 你是个小人 所以我们今天的人类 教育失败之后 我们变得越来越小 小到自己的世界 就剩下自己了 不顾他人 当我们是整个大人的时候 而不是小人的时候 我们的心胸是整个宇宙 囊括了三千个大千世界的太虚空 是我们的身体 在古人说我们是尾气大神人 你就那股气 就是那股豪然正气 就是那股能够生养万物的 使万物生生不息的那个生气就是你 你就是道 你就是如来 你就是上帝 这就大了 这人一辈子来 有两个选择 你要做小人 就自己的世界越来越小 你要做大人 你要管的事 就要越来越多 继续空变法界 三千个大千世界 这是大时空 小到我们 昆虫 蚂蚁都不要伤害 小到我们 连畜生都要去爱 连地狱里的众生都要救度 所以是我们马上这个地藏屠杀圣诞 我们再给大家做一次法会 为什么这个中原法会做得不圆满 鬼月呢 在这个地藏圣诞 是这个鬼月最后一天 凑不上星期天 我们挪后两天 凑合星期天 再做法会 为什么没做圆满 鬼神冤着呢 天上的神明冤着呢 恨着呢 这个鬼道众生 该得度的没得度呢 你们该施舍到的没施舍到啊 不办一个法会啊 刚好是地藏的圣诞 地藏菩萨 了不起 释迦牟尼走后告诉他 这个当时在地藏菩萨本宴经中 告诉地藏菩萨 我涅槃之后 走了之后 我把这个地球上 这个娑婆世界 这些苦难众生 这包括了地狱道 恶鬼道 畜生道 人道 人鬼道 修罗道 天道 这些苦难众生 不知道处理 不知道人生意义的这些人啊 这些六道众生啊 我委托你啦 希望你啊 替我教化他们 那么这些人不停地往恶道里堕 三恶道里堕 畜生道 恶鬼道 地狱道里堕 你要替我去救赎他们 所以地藏菩萨很忙他老人家 分身化气 数不清有多少个身 为什么现在堕地狱 堕恶鬼道 堕畜生道的人 和众生特别的多 特别我们七十多亿人啊 不知道人生真实的意义 不知道人生的价值 不知道人生的珍贵 可怜 可悲 受着畜生一样的教育 魔鬼一样的教育 自私自利 只知道为自己 所以累得地藏王菩萨 没办法 不停地化身 分身 日夜不得安宁地 来救赎六道众生 所以他的圣诞 我们给他过个圣诞 也表谢意 为六道众生 也祈愿地藏菩萨 不舍不嫌弃 累不嫌弃 六道众生 他们就一次 又跳进去了 这就像一个人要自杀 跳水一样 跳河里一样 人家把他从水里捞上来 他结果想不开 又崩一下又跳进去 你们就是这样混账 这么多诸佛菩萨 伸着手往上拉 这么多圣贤教育着 你们往上拉 提升你们 要飞升 要往上飞 结果你们一松手 又跳下去了 又是贪嗔痴 又是我慢 又是怀疑圣贤所说 有六道 你们就以自己今生所知 形成了所知 实在是可惜 好在地球上 我们还有像我们这样一群人 还在信着圣贤的教育 说这个人类还有希望 所以你们呢 是很尊贵的人种 是人类的希望 也是六道众生的希望 所以你们要自重 要保重 不要使自己的光 丢失 要保重自己的光 要珍惜自己的光 还要去加重自己的光 去凝炼 去聚集 使自己成为重量级人物 我们这些重量级人物 跟释迦牟尼当年一样 没什么了不起 因为他老人家就是个讨饭的 也没有坐在高广大座上 也没有高高地坐在皇宫宝座上 所以我们这些人 是人类的宝贝 我们并不追求这些东西 并不追求钱财有多么多 并不追求名声有多么多 所以说我这七十多天 在北美 包括欧洲 整个七十多天 大部分时间是在钻山林子里面 很多跟在我身边的人都很苦 包括我呢 四个童子军 四个小表本 这个本来是说 去了罗杉矶 去迪尼斯 什么乐园吧 哎呀 小家伙们哪也没去 跟着沾树林子了 这个 饿的没东西吃 很生的 凉的 工作人员也都很辛苦 有人换班了 找几回来 问他们说 你为什么回来 想新加坡的食物了 饿的那是 吃不饱 睡不好 喂的什么 我们不会享受 我们不是人 我们到了美国 大都会纽约 把那些大城市 去好好吃点洋餐 这个到了法国 巴黎也是匆匆忙忙 人家说 哎呀 法国那个大餐可好吃 哪哪能用法国大餐 我们连那个地儿都没有时间去 所以说 我们这一群 别人看似傻瓜的人 实际上是人类唯一的希望 真正为人类的得度 人类没有希望了 六道众生就更没有希望了 所以你们呢 是上苍关爱的一批人 也是和一般人不同的人 我们独一于人 和别人不一样 而贵食物 这个食物 能让我们吃饭的东西 叫如来 能让我们吃饭的东西 叫道 叫道母 能让我们吃饭的东西 叫上帝 没有上帝 我们没有生命 没有道 不能生养我们 没有如来 我们今天还 不能够光明 不能够有智慧 所以有人 一听这个修炼之律 那个修炼之律 就大处了 大处是那个钱 不是大处的去还是不去 很想去 因为你们的灵 都在追寻着一个 这样的一个崇高的 贵食物 要把自己搞清楚 要把自己的灵 怎么解脱 去搞清楚 说大处的是那个钱 这就是你的价值观 什么才是有价值的 别人去大餐厅搓一顿 别人去花天酒地 觉得那是人生 五星级宾馆 消费一次 桑纳泡上一下 红酒一杯 holiday一下 他们觉得这是人生 但是在我们 视之如粪土 没有什么了不起 因为你无非是满足了 这个肉身 满足了你一点欲望 当你死的时候 那个死尸 那个罐子灰 骨灰盒里 那个罐子灰 它还会喝吗 它还会在那儿 央舞央威的吗 说我们跪那个不死的 那个灵 所以是我们 有自己的价值观 去判断 我们此生 什么才是最有价值 所以是今天 借着这个报告会 我希望提起大家 对自己的宇宙观 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重新定义一下 你这一辈子 赚钱 怎么能够实现最大的价值 我们生活在这个商品世界 商业世界 资本运作的世界中 是不可能不赚钱的 但是我们的钱 用在哪里 才是最有价值 所以是 这个 是我们值得反思的东西 我们因为接下去 为了快速地打造你们的肉身里的爆身成就 获得那个不死的金刚身 会抓紧时间 去安排更多的 这个 利用这些自然大地力 来修炼的旅程 所以说我们在 这个欧洲之旅之后 有个罗杰斯之旅 是在美国 是为美国和欧洲人 他们办的 那里有差不多七天的闭关 那么十二月份 我们在 沟登谷 会有一个闭关之旅 前后大概要二十多天 二十一天的时间 明年呢 会开启整个美国大地的 黄石之旅七天 优山美帝之旅七天 那么罗杉矶之旅 还有这个 纽约 还有这个 尼加拉瓜大瀑布 因为那是整个的 这个北美大地的 几个相当关键的 对应人体修炼的地方 可以说 你借助这个古老的 这个大陆 美洲大陆 此生成就是大有希望的 如果单纯 如果单纯靠我们每一个人在家里 孤休读炼 想今生 肉身成圣 今生 能做一个 这个抱身成就 是实在太困难 简直是痴心妄想 所以是 当然这里面 可能每周 人家这些学员 就会 福报大一点 因为对他们来讲 不用导时差 不用花更多的 国际航空旅费 这个咱们南洋人 特别新加坡人 马来西亚人 可能困难一点 然后 这个要花大量的旅费 但是你们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要知道钱花在哪里是最有用的 为自己的这个灵 能够成就 能够使自己的肉身里面 再出来一个身体 是金刚婆坏的抱身 这是此生应该认定的一个人生观 要把此生做最后的一生 此生为永生 此生不再轮回 是我们肉身 最后一生 那么实在不行 就求一个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 抱身不成就 也要去净土极乐 不再入六道轮回去生死轮回 这个人生观 你要树立起来 那么这样的一个人生观 是不做人的人生观 是超越你们现在要做人去享受的人生观 这样你就会把自己所拥有的东西 财物 名利 把它实现最大的价值 别人认为没有价值的事情 我们看到了它的价值 你看到了你作为一个人 作为一个生命体 六道理最尊贵的生命体的价值 我们这个人体是干什么用的 反复地跟大家讲了很多课程 真正入心 可能你们还没有入进去 这个肉体 无非是一个气 就像我们要装这瓶水 我们一定要有个瓶子 对 你要把自己的灵魂身 自己的灵三魂七魄 五脏六腑神 体内万神 要聚合成一个整体 你需要一个壳 需要这么一个气 大家不错 这一辈子得了个人壳 那没搞好了 它得了个猪壳 它得了一个蝴蝶壳 它得了一个蚂蚁壳 它变成一棵树了 它变成地狱里头 天天受苦的生命了 叫鬼啊 鬼道啊 地狱鬼道 它天天吃不饱 饿着 饿鬼道啊 有一些去了修罗道 它一不开心呢 天天不愁 吃不愁 穿 嫉妒 忿恨 比谁都厉害 天天自寻烦恼 活得不如个人 那叫阿修罗道 天道众生 很有福报 就像我们人跟蚂蚁比 我们很有福报 天人跟我们这些人比 我们就跟蚂蚁死的 人家那个福报比我们大很多 但是有个不好的 天人的神通很厉害 所以当他们要知道自己死 并且知道死后 要去哪一个变成畜生 变成恶鬼的时候 他那个恐惧心理 恐惧得不得了 所以这个痛苦是很厉害的 天人不缺吃 包括欲界天 色界天 无色界天 都不缺吃不出来穿的 但是他们神通广大 早早知道自己什么时间会死 死后会去哪一道 这个恐惧去不掉 所以六道众生都是苦 我也跟你们讲过 我办公室 我的接待室里 最好用的一种东西 叫踢修 纸巾 这刚回来 好在我的心灵比较坚强 已经被人哭了七次了 来了就是哭 莫名其妙的就流眼泪 就是痛苦 就是苦 你想想人生多么苦 没老公吧 想找个老公 找个老公吧 老公不爱自己 又要离婚 离婚不要紧 还跟自己争财产 儿女不养 哭 痛哭几年 得哀症了 又哭 因为这个压抑着自己 怎么能不哭 怎么能不生病 所以说我心里也很痛苦 为什么 我这两个月 基本上活在另一度空间里面 因为在调查 所以那天跟你们师母 我就抱怨 我说为什么又回来人间了 他说你原来就在人间 我说不是啊 这两个月我说活在那个世界里 我不在这儿啊 怎么又回来呢 师母说 你不是说有很多人还等着你吗 你得回来 你得帮他们 我说哦 是我发了愿了 那还得做人 还得帮他们 我以前我说我封针了 不给人扎针了 因为这个消耗能量太强 这手往下一挥 就是一道光 挥几次 我体内就没气了 就没光了 人家都活蹦烂跳了 不想再扎了 那上面师父也教训我 那有些人就是这样需要 给了你这个道义术 悬医学 那你怎么能不用呢 所以你现在还是要怪自己 没交出一群好土地来 只能类似你自己 所以那天我回来 我就把无意识骂了一顿 你个不成器的个东西 你还做医 做啥医 你狗屁医 我的医你不学 挥挥手就把人治好了 你不学 那么大年纪 被我骂得也不敢吭声 这是心里痛着的 这么多人需要我们 你们不争气 不知道好好经济 只知道世界越来越小 变成自己的小家子气了 忘了你的世界那么大 众生需要你们 我们为什么会频繁地开启修炼之旅 只有一个理由 就是尽快把你这个肉身变成一个再道之气 不是垃圾桶 不是垃圾桶 你这个身体里面装了什么 是这种明框框的明体道体 还是里面像墨水一样黑的臭气恶气 这是生命真正的意义 真正的意义 人生真正的意义是净化自己的身体里的那些黑的业力 那些阴气使它转扬 变成纯阳体 这有赖你的颅脑腔 内方外缘的道体的建设 胸腔 内方外缘的道体的建设 下腹腔 内方外缘道体的建设 这样才能把一个人体变成再道的气 再道的工具 如果不经过这样的秘密法的修炼 你想把自己的这个臭皮囊 这个人体变成一个道气 你就是胡说八道 所以我们自己的自修自证 颅脑腔内的方正体 六合体 和自己的内方外缘的头光 胸腔里的内方外缘的胸光 下腹腔内方外缘的体光 你们看诸佛菩萨 圣贤都有头光 心光 体光 背光 那是预示着那个场 什么叫道场 你身体就是个道场 是内道场 你的颅脑签变成天的道场 你的胸腔变成万物法界的道场 下腹腔变成地的道场 你有了天地人 三财组合起来 回归皇庭 才是个圆满法界的大道场 所以说我们人体 如果不是道场 就是一个破体 就好像你头上的光不坚固 就像个气球破了 胸腔的光不坚固 就像个气球破了 下腹腔的光不坚固 又像个气球破了 大家知道磁场 有一块方方的磁铁 因为它就有一个磁场 那你里面的那个能量 没有变成磁铁一样的强肠 它就不能形成一个头光 深光和星光 所以你就不能够变成道气 你就不是一个道气 你就浪费了这个人的 这个宝贵的躯壳 这就是今天人类最大的愚昧的地方 你不是用这个躯壳来装垃圾的 你是来修道的 把它做成道体 所以我们躯壳要变成道体 有赖于你的住房 它必须是4%加96%的厂 所以要调风水 要解界 把六合解界 让这个房子变成一个道场 它是个大磁铁 你是个小磁铁 你小磁铁在大磁铁里 受这个大房子的厂的影响 我们组织这个法会 这个道场 里面的能量强 你来到这儿被磁化 一切都是为了你这个小道场 变得有足够的能量 去帮助众生 那么天地间 我们为什么要上山 天地间 有自然的 这个后面的高山位玄武 左青龙右青龙一抱 前面的照山一照 中间解界的自然 大地里面的空性明体场 这个场比你家里的那个小房间的那个场 那是千万倍呀 强过千万倍呀 自古一生成道的师父 没有一个不带弟子们上山的 释迦牟尼带弟子去灵犹山 中国华山 中越华山 南越横山 北越横山 东越泰山 西越华山 中越松山 这是五大道场 加上普贤 如来道场 俄美 加上这个 普陀山道场 观音 加上文殊菩萨 五台山道场 场 记住那个场 现在科学家提到的场论 是量子场 是里面的那个物质 颗粒不同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上山 为什么让大家拿出自己的储蓄 去上山修炼 而不是去百货公司 逛商场 是把你的钱变得更有价值 这是价值观 你要修改自己的价值观 不是留着那个钱 去生病养病去了 所以你一旦的去了这些地方 你体内的那个量子颗粒 物质颗粒它变化了 变化的量级是你现在的千万倍 那你开启的智慧也是千万倍 那你想赚点钱 挥挥手就来了 不是那么难的 大人物赚钱 很容易 这好比人赚钱很容易 你要蚂蚁去赚钱 它就很难 没有智慧的人 就像蚂蚁一样的辛苦 好不容易找点吃的 好不容易找了一片面包渣 高兴得了不了 大人物不用这样去赚钱的 有了智慧 随便挥挥手 钱就来了 所以人到底是聪明还是笨 舍不得钱财 你不肯提升自己的生命力 不肯提升自己的体内的量级 你怎么能够改变自己的人生啊 这是我希望大家把自己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宇宙观 拓展到近虚空变法界的 大人一样的世界观 那你就要去修炼 很多人人品很好 就是改不了自己的那个惯性思维 就是改不了自己的那个狭隘的心量 我后来终于明白 人很好 也爱别人 也关心别人 但是一遇到事儿他就不行了 他处理事儿的时候 看出来这个人心胸狭隘 气量不够 不够包容 最后我终于明白了 他这里面装的东西太少 没有装下阿尔卑斯山 你去了阿尔卑斯山修炼 那你就把阿尔卑斯山都炼到自己的心胸里了 因为你要跟他一般大 他没有山一样的情怀 没有海一样的境界 是因为他没有走出去 只是活在自己狭隘的世界里面 有点钱吧 就要吃就要喝 就要留着攒着 做吝啬鬼 做守财 所以他心里没有天 没有地 没有大海 胸海不够狂大 再看那些跟我上过山 登泰山小骑鲁的人 心胸不一样 之前看不开的事儿 现在看看 是地球上有 加上尼泊尔中宫有九大楼脉 沿着地球分成东西南北四条大楼 南楼在我们马来半岛 接住在新加坡 东楼从中国大陆 太行山 山脉往东延伸入龙海 入龙口 波海湾入海 那么去了 接住在日本 北龙 雄厚 往俄罗斯延伸 接住在 俄罗斯里面 西龙 经过 往西 完延伸着旁副着去了阿尔比斯山 接住在意大利 在雅典 东北龙 通过法国去了英国 这是西北龙 西南龙去了埃及 这次我们时间不够 去不了 下次是埃及 雅典 西南 我们会坐一线 过去 东南龙 从中国 昆明 云南 往云贵高原 往台湾走 且住在台湾 过去在九龙 往了香港 东北龙 从中国的 这个 长白山 东北 长白山 过海底 去了 这个 洛基山外 独自 从生门 开启了一个 这个 圣银 长成了一个圣银 生门里 生了一个圣银 在美洲大陆 往了加拿大 美国 加拿大这个部分的 洛基山是 头部 然后 这个 尼加拉瓜大瀑布 是它的咽喉 兔猪 到这个 大西洋 这个心脏在 这个 它的这个 黄石公园 里面有火山 然后 这个 匹卫 在圣路易斯 中宫 在圣路易斯 杜奇在 开罗 然后 圣发宫 在罗杰斯 阿肯 四周 罗杰斯 我们在那儿 建了个基地 这是东北楼 十分殊胜之地 写了一个圣影 亚洲大陆 和欧洲大陆 共同抱了一个孩子 这个将来 你们这一代人 要成就要跟我去 北美修炼 利用圣影的全息 身体 修自己内在的 圣影 这个 效果 十分明显 这次跟我去的几个人 变化都特别大 都得益于这个 大地理的 这个修炼 所以大家要 重新定位一下 自己的世界观 宇宙观 人生观 价值观 你们是 首先觉悟的一批人 二十四年之后 会有更多人觉悟 但是我们需要教悟观 所以我们在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这两年 要大量地培养一批 能够教人的教悟观 不是把师父类似 至少这九大龙 中共在尼泊尔 喜马拉雅山 你们之间去过的 那个黄庭 这是地球上的大地理 以喜马拉雅山为中心 展开的九大龙脉 给大家点出来 九大龙脉中 又分各自的小龙 在不同的地方截穴 所以是才形成了 中国的五月 三山 三山五月 这些殊胜的修炼的地方 中国的五月 对应着人的心肝脾身肺 五脏修炼 也是有全息性的 而我们马上要去的是 金马轮之旅 这是南龙之旅 也是未来 我们离挂运 开门的地方 在我们这个地方 但是真正要生生不息 还是要借着东北的场性 去到北美 加拿大和美国大陆 去修炼 那个能量浑厚 但本身 这个美洲大陆 它就是一个独立的 像一个巨鹰一样的圣鹰 在那个地方修全息 修体内的圣鹰 全息 修成自己的金刚身 暴身 这是未来你们要准备的 也就是说你们要改变自己的价值观 不要想着留着钱去买房子 去置地 去买些没用的东西 应该留钱 去修炼之旅 那么这次我们做的是欧洲之旅的一个介绍 欧洲之旅是西方龙 西方龙所在的地方 那这个龙的主体在阿尔卑斯山 这个延伸 它的胸前胸后两个大部分 就像你的身体的胸前 还有身后两个大部分 所以我们这次增加了这个瑞士之旅 要去少女方 这个要在那个地方 把你们的脊梁停止 因为它整个的这个欧洲 德国 瑞士 望北这些国家发达 十分发达 那么就是因为它靠这个龙的脊梁 乘起来 那么并且我们这个 前不久去考察的时候 十分疏伤 这个有图片 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 这个呢 这个雪山 你们到你们去的那个十月 也是会有雪的 这是中年不化的 上到这个峰顶的时候 它周围都是海拔超过三千米以上的高峰 你会一览群山小 那么会看出 这个欧洲人家为什么发达 不管别人怎么吹 欧洲目前还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地方 表面上是美国 实际上欧洲的工业基础和雄厚的文化底蕴 那是一个母亲 这个亚洲大陆是父亲 欧洲大陆是母亲 这个欧亚两个大陆 生出的一个美洲大陆 这么一个圣鹰 这么一个巨影 你可以从地球上的全息 这样去看待 所以是这个呢 这个是有一幅地图 这个最高峰是少女峰 那么大家看这个地图 你笼统地看 你不要细看 你看它像什么 像什么 像不像龙头 龙的眼睛 两个湖 像不像龙的眼睛 然后两个湖上面那个山峰 像不像弯弯的眉毛 然后上面这个额头 这有个大包 然后头顶上长鸡脚 对 这是瑞士少女峰的地理 那么我们争取呢 就住在这个湖中间 有一个城市里面 那刚好是雪场 雪场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登上去 它是在阿尔比斯山 可以说是第二高峰的地方 也是它的后背 就是你们的脊椎骨 脊椎骨的地方 那么这是我们之前去阿尔比斯山 没有去过的地方 以前我们只是去阿尔比斯山的前胸 看到了它的这个玄武 朱雀 青龙 白虎 那也是很殊胜的 但是只是前胸 那么这一次要把它的龙骨 这个调直 调直 所以是这个 这是我们要去的 跟之前不一样的地方 它的顶上呢 全是中年都是这样的白雪矮矮 那么十分的殊胜 它的场性 也是高度的 量级 特别密的 这就是站在山顶 往下看的 这些雪风 我们去的时候 是接近夏天 那么还是有雪 秋天应该 有一些地方也是会降雪的 当然我们去不是欣赏它的美 是跟它合一 修自己的这个头 修女的头 你要把自己的头上的酒动链出来 修自己的脊梁杆子 就是脊椎骨 这个要把它这个全息的 纳到自己的身体里面 因为我们 我教了你们明空 明空法 也是明空九甲 你们要好好体验 要人无我法无我 要把自己放空 所以你只有自己放空 到了这些地方 你才能跟它合一 合一你就把它装回来了 你把这些东西装到自己的道场里面了 它就属于你的了 你就是大人了 你装了整座山回来 所以是为什么要上山修炼 你缺了这个东西 还真没有这个东西 这里面装了水 它就是矿泉水瓶 这里面装了葡萄酒 它就是葡萄酒瓶子 所以你的人体里面装了什么 很重要 你们现在没有跑 没有离开新加坡的人 就称其量装了个新加坡 新加坡你们又没有去过五极芝麻山 说是你们缺胳膊 少腿的 缺脊骨 你也没装钱呢 我们为什么之前带着大家在新加坡 一日游 把新加坡装进去 但是这个实在太小 所以我们要去金马轮 把整个金马轮装上去 海拔两千米的高山装进去 把你的头顶打开 能够神有九孝 因为我们这次的整体的金马轮 跟之前的不同 我们就是神修之 神有九孝 就是带着你们在天上练 把你们的神识 把你们的元神调出去 练上几天 不单装了大山的东西 还要装了山顶上 上方 九座山方聚合起来的 那个长生天的东西 所以我看这次有灵性的人很多 我听说报名快一百五十人了 这个也是十分难得 这个 所以是大家要重视 这个为什么在秋天去阿尔卑斯山 这个西方属金 旺气在秋 在秋天 所以是那股气 是十分珍贵的 会带来贵气 是自己的命运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然前峰 前山这一块呢 也是十分殊胜的 因为它这个 全西的大地里 是这个阿尔卑斯山呢 的玄武 这个青龙白虎 都是 包括它的黄亭 这次我们在深更半夜 也把它找到了 这个上次是去还没来得及 找到它的黄亭 就是以前 给你们讲黄亭经强调的 要把正黄亭 这是深更半夜 在山谷里找到 那这个是玄武方 很多去过的人都有印象 就是它的前峰 高峰最高峰的地方 上去修炼 至于是它的青龙 这些白虎 我们就不一一展示了 那次去了五十多好人 大家受益 都是很真切 这就是一群疯子 在草地上 打造的照片 我们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别人叫失心疯 就是把自己的心 丢了的一群人 只是你这辈子不修炼 实际你就丢了自己的心 你不明白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肉身 只不过是你用来装灵魂的 这么一个工具 这辈子谁的肉身都要去烧掉 都要去埋掉 但是肉身里的灵不死 你要考虑考虑它的去向 一个懂得修炼的人 他在不停地向上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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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它的灵一定是向上了 那么食宿的人 贪贪贪贪贪贪 称恨堕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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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活着就这么堕落 你死了你不知就下去了 这是一定的一个规律 所以我们今天养成一个 从现在开始你树立一个真正的人生观 就是要不停地提升自己的灵 清清自己体内的能量 你只有清新者上升为天 着重者下降为地 就炼那口气 使自己的那口气 由阴转阳 由阳转元气 转真气 你就可以出六道了 所以精气神为人身之三宝 一生就为精气神去活 最终使自己的灵 神灵得以飞 最好是能从头顶飞出去 飞过天 色界天 无色界天 而出六道轮回 这就是我们一生终极的目标 所以是要去山上 用大山的清纯的气 直换自己体内的阴气 乃至于在细胞核里 通过基因携带的黑色因子的转化 都需要大山中那些特殊的场 场里的量子 场里的物质 去置换你体内的物质 否则怎么能够变得清纯呢 所以上山修炼 是我们这个传承中 十分重要的一个传承 当年熊老师为了栽培我 带了我四十五天在三山五岳里走 那个时候是在中国 调长收长 师父语重心长地告诉我 说你这四十五天的修炼 如果你这一辈子天天在家里 哪都不去 天天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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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练不出四十五天的这样的一个量级 从那奠定了我成就的基础 所以是要懂得师父的苦心 为什么也要带你们上山呢 这个成就不是一句假话 觉得自己成心了 觉得自己成道了 你那体内都臭烘烘的 阴了巴基的 浑身是病 怎么就叫成就了呢 怎么就叫成就了金刚身呢 说是 释迦牟尼都说要在于物 要把物质转换了 你是转换了体力那个物 这个场性的修炼呢 我们不单要在山上 那么实际上 我们一致对西方文化你们是不太了解的 你们以为西方文化里面 没有我们东方这种场性 重视场性的这个修炼 那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是我们这次要去的梵蒂冈 梵蒂冈 看看 看看 看看它 居然是这样的一个建筑 它的广场是对称的 阴阳是对称的 中央是圆的 中央中间有一个四方形的 一个柱子顶天立地的 一阴一阳为之道 所以你从那个柱子中央往四方调 都是阴阳在放光 都是阴阳在放光 那耶稣基督的文化传承 这个梵蒂冈 这个梵蒂冈是有权威的 东正教是有传威的 这个天主教的梵蒂冈是有权威的 马丁路德改革以后 丢失了大量的秘密修炼的技术方法 都记载在梵蒂冈的教堂里面 这里面最惊人的一幕是什么 你到梵蒂冈的教堂里面 你会看到黄庭里面的结构 我们今天在经典上 会看到有黄庭这么一个说法 但是黄庭里面的结构你不知道 你看 这样一个空的宝殿 位于教堂的黄庭位置上 黄庭是空的 空的有四棱柱子 四根柱子连通天地 四根柱子居然是螺旋的 这多费劲呢 这个教堂建的很古老 那个时候搞这么一个建筑物 多费劲呢 它为什么建成螺旋呢 天气下降地气升升 基因的双楼弦 物质基因的双楼弦 暗物质基因的双楼弦 是两对阴阳 所以你看那是四个柱 中控的 顶上是有一个鸽子一样的光在闪耀的 这是黄庭 那么黄庭中的宝座呢 看后面 通过这个黄庭进去以后 是一个宝座 是一个宝座 有一个座位 悬空 当你修炼成功的时候 空里面有妙有的 你会登上这个宝座的 你会坐在自己的黄庭里面 你那个真主人 你的圣鹰会成法王 那你就会在空里面的宝座中 去讲清说法 那个时候 你才是真正的法王 居然西方也在讲黄庭 他用这样的一个教堂 花了这么大的代价 保留下来的 耶稣有好徒弟 十二个门徒 加保罗十三个门徒 个个了不起 他们得了耶稣的真传 把耶稣的教法 都用这么金贵的东西 留在教堂里面 只是今天没人懂 需要你们去懂 需要你们去登上那个宝座 所以你们要去 去了这里 你就拥有了 因为那个场性就收进去 那你就有模具了 将来你在自己的黄庭的殿中 建自己的宝座 你就知道怎么建了 所以这内道场的变化 我们人修炼有两重大天际 一个是内天际 一个是外天际 内天际体内是有万神潮里的 外面有什么 你体内就有什么 这叫全息科学 科学的全息科学 所以是内天地里面要有天 要有地 要有众生结 所以在西藏有个渡王经中 特别强调你不能自杀的 为什么你不能自杀 因为你身体里面有千神万神 有众生 就像我们的地球不能被爆炸的 地球爆炸了 我们以地球而生存的所有的生命只有一个结果死亡 你的身体就像一个地球承载着数不清的众生在里面 你如果自杀了 你就把这个地球坏了 把你这个载道的气坏了 这些众生就没有机会成佛了 没有机会成道了 没有机会回到上帝那里去 所以走进主的殿堂 乃是走进你的身体里面 去内观 去内察 去内修 所以说我们要去这样的圣地 去朝白 去朝理 去把那个里面的东西的场和你的人体一一对应着收进去 使自己精神成道就更加的容易了 所以我们这次此行呢 有意大利 有古罗马 那么有这个梵蒂冈 一定要去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还会去哪呢 这个我们还会去巴黎 这个巴黎 这个很多人想起来就是名牌包包 所以是不光有名牌包包 它更有了不起的凯旋门 凯旋门 这是空中拍的凯旋门 大家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黄庭中央的门 你要打开那个门 打开门放出十二道光明 你数啊 十二个街道围绕着凯旋门 一个人的凯旋 一个人的胜利 是你灵的荣耀 当你能荣耀几灵的时候 你就凯旋而归了 我这讲班服 是班师回朝 你就回到了上帝那里 你就回到了老子那里 回到道了 你就回到了如来自性里面去了 你看 这是人家的工程师 搞的这么一个设计 所以说我赞叹西方人的灵感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 人要成功 要有百分之一的 百分之一的灵感 不是靠那百分之九十九的流血流汗 你们就是一群蚂蚁 只知道流血流汗 傻乎乎的满地爬呀 你爬哪如一个人呢 哪如一个人 你蚂蚁再怎么厉害 哪如一个人呢 你们倒是做成那个人 那个大人 你就会使用灵感 你就会使自己的神 去做事情 所以我这次在欧洲 还有美国 我特别的惊叹 是什么 人家怎么就那么有智慧 那么有灵气 逢是在大的城市 大的这些建筑的设计中 居然全部和中国的 砍鱼寻龙觉 风水树 一样 不差的一模一样 他们也选中了那个点 艾弗尔铁塔 就是整个巴黎的市中线 中心点 就是整个我们寻龙 寻龙觉中的龙血 怎么就那么转 所以我们亚洲人 愧对老祖先 他们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理论 砍鱼 风水的理论给我们 但是我们今天不信 就是一群疯子 用自己的主观意志 去搞建筑 去搞设计 结果都违避了对称结构 阴阳和谐结构 建个塔呢 叫小蛮腰 那这是恶鬼道出来的 没吃饱 那建也得像张布生这样 浑厚一点吧 粗一点的腰 肚子大一点的吧 那多顿厚啊 所以是中国 还有亚洲 我们要向西方学习 多用灵感 用那百分之一的灵感 少用人的主观的东西 特别是你们这些优秀的 传承者修道人 放下我直 放下我知 放下我慢 老老实实的 启动自己的灵 那个古灵 古怪的古灵 本来这次要带你们去埃及的 算了一下你们腰兜里的钱 没赶在你们去 又要多花好几钱 那非把我给吃了不可 那就下一次 然后那真的很必要去 因为那里的法老 为什么长着那么长的胡子 还变成变 他实际上提醒自己 我是一个古灵 我不是一世的 你们老觉得你们自己是一辈子 实际上你们算算你们身体里面的 这个壳里面的那个灵都叫老不死 可能八百岁 可能一万岁 可能十万年 可能是千千万万年 你都没有成道 你还是一个老龄 你还是个古灵古怪 你觉得你年轻 实际上很老很老很老的 老的丢人 为什么 丢人没有成就 你觉得你这一辈子 你加上前几辈子 你不是老的丢人 所以是大家这一辈子别辜负了 用好肉身 去 一定想办法去 当然量力而行 师父腰包里的钱也不多 总不能替你买飞机票 借借亲朋好友 有能力就要去 很多人在疫情期间后悔 哎呀 当年师父带着 这个到处跑的时候 没跟上 这下想跑 疫情也关起门来 这个世界是不稳定的 不好说 不好说什么时间又把你关起来 不让你到处跑 能跑 借点钱赶紧跑 关键是 一定要重新示例自己的 建立起正确的世界观 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当然有一些人也是 我也怕落下你们的埋怨 那一年我们带着你们去了 阿尔卑斯山 回来就有人骂我 然后工作人员说 师父你知道他们为什么骂你 我说不知道 他说我们坐阿尔卑斯山下来的那个火车站 对面那一条鸡就是名牌包包啊 什么名牌都有啊 这个大家要去 又你不发话啊 那眼巴巴的看着对面呢 这回来就把你骂死了 这个飞机票又花了 包又没捞着买 所以这次呢 就跟工作人商量说咋办呢 我问他说一天够吗 他说师父够啥呢够 我说买包啊一天够 他说你给两天吧 所以这次就一天我们去采点 给你们充电 两天放点 你可以去买包 有些人早盘算好了 说要去 我说为什么要去 他说算了算 我买个四五个包的话 这一套运费就省出来了 也许的 这个师父也现在坐坐凡夫嘛 也不能整天在天上 我们这次在巴黎安排两天购物 这个信用卡不要刷爆了 尽量不要借高利贷 这是个要求 这个攒攒钱 少吃少喝 省的钱也够路费的 这个据说他们算了算 这个省几百 那个省几百 最后一退税又省几百 最后算算说 哦那路费够了 这个考虑大家都还是凡夫 这个人要过富贵的日子 不要吝啬 有钱要花出去 人一辈子 冤就冤在你 赚了钱没花 这个人一辈子你有多少钱呢 花出的钱是你的 没花的钱都不是你的 等于说白赚了 所以是不要指点头啊 让你们做法会呀 这个物质的满足是需要的 这个暗物质事业也是需要的 那个是属灵的可以带着走的 包可以买 就满足一下自己的欲望 衣服也是可以穿得好一点吧 鞋子也可以穿得好一点吧 使自己更有信心 充充满满的 我们这个正法修行叫富贵法 这个求富贵得富贵 求财富得财富 求圆满得圆满 求健康得健康 这个有些人说 师父跟了你好几年 啥都没求到 那你问问你自己啊 你求得不得法啊 你是只重视了 百分之四的物质事业 你没有重视百分之九十六的 要天神帮你 祖先帮你 神明帮你 比我帮你都好用啊 所以是 我们会去埃菲尔铁塔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行程呢 去哪里呢 去这个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有个什么因缘呢 这个我这次遇到了一个 十分的机缘 这个很好的机缘 就是我们会办一个佛学院 这个佛学院跟我们的 这个百年教育不同 它是一个正规佛学院 那这个佛学院是巴黎的 零山寺的长老 法老 法宝师父他发起的 向法国这个教育部申请了 迪格瑞文凭的这个大专学服 那么可惜因为疫情 没有办的这个太成功 所以他那这个后来通过 我们的学生介绍认识了我 他就上网看我的东西 最后认同 认同 我们学上办一个 一生成佛的佛学院 你们就给个掌声了 这个不像十素的佛学院 就是利用三年 把释迦牟尼 关于一生成佛的这个法 这个通过系统学习 不像这个今天学一点明天学 通过系统学习 那么三年时间 杂杂实实的 让你们不要这样飘 说懂吧 也不懂 说不懂吧 又知道一点 就去忽悠人了 所以是杂杂实实的 不是为那个文凭 文凭当然也很重要 它是法国政府承认的 那法国政府承认 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是受全世界佛教 这个信众和长老们认同的一个人 所以他这个大双文凭拿到了以后 你们再想得一个大版文凭 只需要再读一年 他推荐全世界高等的佛学院 你只需要再进修一年就能拿到 这个大版文凭 这对于你们中间 很多孩子不争气 没有文凭 没上过大专 那你们就有了一个 教育他的一个地方 那么并且这个上课呢 是网络教学 就不用跑到法国去 那么最后有一些结业什么 需要去法国 那么我们会用三种语言教学 法语 中文 英语 网络全世界 关于一生成佛的这些法师 法王 阿世黎 那么真正有实修实证经验的 全世界的优秀者来 做我们的教官 做教师 那么正在设计整个教案 那么法宝师呢 他特别热心在建个如始道学院 所以他在法兰克福呢 有善事 有缘人给他做了一个中心 那么在今年的10月25号 会在法兰克福开业 他呢很有感触 他说你们亚洲的出家人 这个是鱼在水里 我们这里的出家人呢是 欧洲的出家人是鱼在树上 鱼在树上晒根 没水 什么意思 心中特别少 没有人支持他 所以刚好我们有一个欧洲之旅 我们就去支持 我们这些真正的 有信仰的人 独一于人的人 要支持在欧洲建立一个 如始道的教育中心 当然他有意向 和我们连办 所以我们会在25号前后 赶去法兰克福去祝贺他们 顺便法兰克福有一个 很著名的教堂 我们也要去礼敬一下 欧洲之旅开启的是 让大家认识西方文明 西方文明的核心 西方文明的精髓 未来和你们所掌握的 东方文明的东西 交融成为一个整体 这样人类才真正有希望 我们这个人类 不分种族 不分民族 没有东西方 只有一个人类 所以是对拥护整个人类 不像更高文明的 所有的文化 我们都要去弘扬 我们没有那么狭隘 我最近被人踢出群了 踢出什么群呢 中国几个同修 挺赞叹我们的所作所为 就把我拉到了几个道家群 这些道家群貌似着在修道 那就因为我看不下去 他们乱讲话 我用佛经里的话 说了他们一段 然后人家就骂我 说徒驴滚出去 徒驴是什么 也就是出家人 和尚 你说这样的修道人 是魔鬼 还是真是老子的徒弟 这是我们觉得很可怕 真的是乌颜瘴气 你连一个骑马的尊重 对佛家 这些出家众的尊重都没有 用佛经 心经里几句话说你 你他一看是佛经 就骂徒驴 这种是魔还是道啊 所以说我们太可怕了 今天的人类太可怕 打着道的旗号 打着佛的旗号 招摇撞骗者 遍地都是 特别是在网络 如此发达的今天 鱼目昏住 乱七八糟 所以我们再不出来 利用正规的佛学院 开展全球的教育 开展正统的 有文凭的 得到各国政府 认可的教育 人类真的没有希望了 虽然我们百年教育学院 做得很好 但是我们毕竟是山野村夫嘛 是属于江湖 那么这个佛学院我们办好了 我们不单可以得到法国政府的认可 还可以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 因为法宝师是一个独特的人 一旦实验成功了 我们在整个全世界的佛教界 就站住了脚跟 就能真正的利益 几十亿的佛教徒 所以这个欧洲之旅 是功德之旅 是拥护这个佛学院 这个真正的办成 真正的办好的一个旅行 说是你们应该参加这样的一个功德之旅 而不是在那盘算着自己的那点钱 钱是不值钱的 真正让它实现价值 那才叫钱 好了 我的这个广告时间就到此为止 希望大家呢 克服一切的困难 这个参加到这个神圣之旅 神仙之旅 和弘道之旅 谢谢大家 祝大家晚安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弘阳正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